大家好 我呢 今天已经很长时间呢 没给大家录像了 那么今天我录制 一个是录制几个视频 录制的第一个视频是 艺术杀人不用刀 蓝金英被害数日内 崔玉珍险险命丧黄泉被灭口 张阳和西悦的邻居 纷纷出售住宅 离开犯罪现场 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 百年前的预言中啊就曾经说过 叫艺术杀人不用刀 群魔妖怪启灯逃 这个艺术杀人不用刀呢指的就是他使用无线电 电磁武器对人进行行凶 这在一百年前就已经预言了 那么蓝金英是怎么死的呢 就是遭受电磁武器攻击 他为什么被使用电磁武器 杀害了呢 因为他准备 要把他所知道的秘密彻底公开 所以他就被灭口了 哎 那么蓝金英他所遭受的迫害就是 遭受了电磁武器的迫害 并且被人诽谤栽赃成精神病人 他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对张阳和西悦使用电磁武器进行迫害的一个佐证一个例证一个人证 那么现在在蓝金英遇害数日内 遇害了数日之后 翠真突然的这个晕倒在地 到十一月五号 我把我的母亲翠真送往了北一三院进行紧急抢救 他在抢救室里ICU重重监护室里住了大概十天 十月十五号出院 险些命扫皇权 家里呢又为此背上了两万块钱的债务 现在家里总共欠下的债务已经有五万块钱 那么共产党想让我们欠多少钱的债呢 想让我们欠六万块钱的债 所以共产党拼了命的想把我们这个家搞得家破人马 他为什么对翠真进行行凶呢 主要是杀人灭口 那么翠真他出现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 是酸性中毒 是酸中毒 实际上他所操守出院的一切都是由于电子武器造成的 所以翠真险些被灭口 这算救了一命 那么另一点呢就说 在张阳和西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从08年公开事件之后 张阳和西悦所在的邻居 无论是在香港在大连在北京 原来住的这个住的地方这个邻居 纷纷都把房子卖掉 离开住所 离开所在地 大家都知道这是凶杀案的犯罪现场 都知道这是贩卖妇女儿龙 贩卖人体机关的犯罪现场 在离开的这些人里头 就夹杂了一些犯罪分子 畏罪尽党 比如说我住的这个五门洞 我住的五门洞 我住的是502 那么202住的是谁呢 202住的是一个早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的中国人 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法国农民 现在这家人在哪呢 在魁北克 202有什么奥秘呢 毛冬死的时候 她的别墅编号 死的那个别墅编号就叫202 现在这个202已经把房子卖掉 这家人彻底的移民加拿大了 那么大家的可以看清楚 一犯罪现场经过从08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 纷纷的进行撤退 逃跑 变换身份 转移财产 同时呢 又在杀人灭口 销毁人证物证 崔真再一次躲过了一劫 而不幸的蓝洁英 本来可以作为张阳和西悦的案件的人证的蓝洁英 遭受电子武器迫害了案件人证的蓝洁英 却惨到毒手 命丧黄泉 这一次 崔真也差点命丧黄泉 因为抢救及时 又有了邻居的帮助 这才捡了条命 在崔真在医院的过程中 张荣芳兴高采烈的感到急诊室 一 他在等待了崔真的死亡 然后拿到死亡证明 加上他手中的护货本防诊证 对我行凶 没有得逞 后来又向崔真诈骗房屋的钥匙 也没有得逞 很快 张荣芳就露出了真面目 他不仅拒绝给崔真支付医药费用 拒绝向崔真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等于是抛弃了崔真 而且对崔真进行虐待 他已经犯了多种罪行 现在张荣芳和外面的女人 鬼魂在外面 通过崔真和他联系的电话 以及他几次接送崔真 进出医院时的电话联系 都已经知道外面有一个女人 在不断的骚扰盯着他 这是一起典型的第三者插足的 杀人啊灭门惨啊 所以我现在呢就把这么长时间以来 没有录制视频的原因跟大家公布一下 也就是说我的母亲差点命丧黄泉 差点被灭口 那么有关注当时犯罪现场的人 观众和朋友可以看一下西月 在十月五号 在我紧急抢救我母亲时录的现场视频 那里有最直接的现场 也就也有凶手对崔真行凶的最直接的现场的记录 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好这是我录的第一个视频 谢谢